這是Energy 你就看出 這個Right-Handed Spinner 我這裡當然是沒有加這個Mars 我們就可以加Mars 這個Obsicomet的文章盒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說從這個方程式我們知道 這個Marsley Spinner 它的Energy 跟這個Momentum的大小是 陳正比的 是Linear Function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當你們有聽到這個 物理學家在固態系統找到Direct Particle 因為Direct Particle 大家認為是相對論的 高能速度很高的時候才會發現 才會需要去關心的事情 可是在固態系統也發生了 意思就是說你在固態系統找到一些 Excitation Mode 那Excitation Mode的Energy 跟Momentum是有這個關係的 我再提醒你們一下 本來正規的情形是這個樣子 所以只有P很大的時候 M可以忽略掉它才變成它了 那這個的 這個你把它展開來 它是等於 其實我把C擺回去 其實我把C擺回去 如果我把C擺起來是Mc²加上2MP² 展開來 所以這是古典的動能項 然後再加上Race Energy 所以你如果Averse Energy先不看的話 平常能量跟動量的關係是平方的關係 是Portetic Relation 就是Energy as a Function of Momentum 是Proportional to Momentum Square Momentum 大小的平方 對不對 這個是從小時候所學到的動能 就是2分之1mV平方 抱歉 2分之1 不是 這是P2 2m分之P平方 因為P是mV 如果我們m等於就2分之P平方 OK OK 寫錯了 所以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要提醒大家的Feature 就是我們現在所談的Musley Spinner 它的Energy跟Momentum 是一個線性關係 OK 那大家知道 在這個關係底下 E跟P是什麼關係 就是說 它是這樣子的關係 對不對 講說這是P 這是E 對不對 它是不是這樣子的關係 就是說你這個地方 P等於0它還是有個值吧 就是mc2 我們平常把它叫做一個gap OK 那你可以看到 當P很大的時候 它就會回歸到什麼 它就會回歸到什麼 線性的關係對不對 這平常只有在能量很高的時候 才是線性的關係 可是 這個 我們現在發現 這低能量的系統 也會找到有這樣的Extension form 好 那個 我這是 OK 第一點提醒大家 再來 我把方子都寫下來 然後我們就下課 那因為這個樣子 OK 因為這個樣子 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for U plus Sigma dot P 除以P的大小 是等於1 那 這個就是P的方向嘛 P方向的 unit vector就是等於P的大小 所以它就是Moment 就是P的 OK 就是這個是P 然後PH是這個 unit vector 我們說這個 我們說這個叫做chirology 因為它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右旋 OK 所以就是右旋的例子 這個 這個 identity apply 這個等數成立 我們把這個定義做chirology 所以chirology等於1 那這是 對 u minus chirology等於-1 這是definition 那什麼是helicity呢 helicity的定義是 我把它叫h 是等於spin dot P hat 就是在P方向上的projection 所以這個也是等於spin dot P的大小 P向下除以P的大小 What is spin? 那這個spin呢 我們知道是1 2 h bar sigma 就是poly bar rule 所以 所以基本上 H跟helicity 跟chirology 這就是helicity 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只是你可以說 這個 它就是等於 2 h bar乘上chirology 好不好 這是helicity 這就是helicity的定義 所以helicity 你不要講得很精確 它就跟chirology 是一樣的 對於u plus u minus而已 OK 2 h bar helicity 就是plus 1 chirology 那-2 h bar 就是minus 1 chirology OK 因為這個 我名稱 我下節課會需要 做到 就是chirology 這個 好 我現在來定義 那這個時候 我來提醒大家 那massive particle 你可以怎麼樣子得到 OK No not yet OK 我先 OK 我現在來定義一個 一個東西 Following Albert's Comet 或者 any 這個 Standard Textbook 就是定義這個 Sigma mu 這麼樣子 四個 有四個component 的object 每個component 都是一個2x2 matrix OK 那這個就是 polymatrix 但我們有兩種sigma mu OK 分別稱sigma plus mu 或sigma minus mu Define by 那麼u plus u minus 這個方程式 在那個 這個sigma mu的定義 有了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這樣子 and i sigma minus mu partial mu u minus 這個只是 rewrite 這個equation 把這個equation 再寫一遍而已 OK 好 那麼 有了這兩個equation之後 迪拉克的方程式就出來了 也就是psi所滿足的方程式 我的psi是u plus u minus把它疊起來 那我的方程式 我的方程式 我迪拉克的方程式 就是底下的樣子 在我寫下來之前 我要寫下 迪拉克矩正 叫gamma mu 這gamma mu 就是4x4 matrix 這個definition是 0sigma minus mu sigma plus mu 0 這個0就是2乘2 OK 有了這個之後 我這邊的psi 它滿足的方程式 就是 因為兩個compone都知道 所以你很容易 根據這個gamma的定義 發現說 這兩個方程式可以結合為 這一個方程式 可以結合成為這一個方程式 然後物理學家又有一個奇怪的notation 數學家可能第一次見到 就是gamma mu 這個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當然就是 根據這個 用 Einstein Convention 就是gamma 0 partial 0 plus gamma i partial i 對不對 sum over i 這個我們給它一個 物理學家批判的流程 也就寫一個 partial derivative 寫一個1匹 1匹就稱作叫slash 所以就是dslash 那這個符號是 due to final 白板在發展QED的時候 發現說 他常常要碰到gamma mu dmu 這個組合 他就直接 就寫一個dslash 然後你如果 這個 看楊振寧可能回憶錄 somewhere 他有說 他那時候是 在194849的時候 他是 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 那時候大家都很好奇也很著迷 就是Findman的這個 Findman的發展出來的量子電動濾學 尤其是他的Findman diagram的方法 是那個時候大家最熱衷要學習的東西 所以 楊振寧還是一個小研究生 還沒有資格去聽 去聽summer school 去聽講 OK 那只有Findman這些大人物 可以去聽Findman的lecture 但那時候還有 曲音格 不過我現在講 那這個 楊振寧回憶說 Findman就聽了Findman的演講 以後就回到這個芝加哥大學 那他們這些研究生大學都很好奇 就是說 大師趕快告訴我這個Findman 這個研究的理論是什麼 楊振寧說 聽不太懂 他只知道 everywhere有一個slash OK 這是他記憶的一個 一個dslash everywhere 好 所以這個方程式就變成是 idslash 好 這個是for marsely derived particle 有了這個畫質 我們很容易把質量擺進去 所以massive derived particle 滿足的方程式是這個 請注意 我有時候有h bar寫出來 我經常h bar不寫出來 所以在我們所有這些 四字裡頭h bar等於c等於1 你如果去看正規的課本 可能你看到是這個 可是有時候你會看到 這邊好像有c然後h bar 那個 這個 我沒有寫下來 我大概也不能馬上寫得下來 你要慢慢去推敲才能把h bar跟c把它補回去 OK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方程式跟這個方程式 好 almost done almost done 那我的lagrangian呢 什麼樣子的lagrangian會得到那兩個方程式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lagrangian是through minimization process 對不對 lagrangian是一個取集值的問題 那你是透過什麼樣子的lagrangian 所以 再得到all of lagrangian equation 可以得到哪兩個方程式 那那個lagrangian是這個樣子 psi bar i d slash minus n psi 所以其實很簡單 這個你很容易看到 當這個lagrangian對psi bar做variation的時候 那它等於0的條件就是上面 就是這個方程式 almost done OK 那我應該還要再提一下 gamma mu gamma nu the anti-computation relation 是這個樣子 or computation relation 好 最後一個重要的概念 就是chirality 我開始跟你講gamma phi 我一定要介紹gamma phi 然後我們就 今天只能算到這裡 我們 define 有一個矩正 一樣是4乘4的矩正 叫gamma phi 是等於 minus i gamma zero gamma one gamma two gamma three 相乘 據說是這個樣子 因此 我如果define projection metrics projection operator 叫p plus minus 它的definition是二分之一 1 plus minus gamma phi 那這個就是這個 你很容易嘛 這個e是指4乘4的e 當我這麼寫是2乘2的e 這個很容易 你就可以看出p plus作用到percent 是得到u plus p minus作用到percent 等於作用到u minus OK 好 好 我就先講了 因為我下一次我還會再把 我等一下講的話再講一遍 OK 就是開始 我現在我的negrantian 這是一個free dirac 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一樣可以套用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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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去算出 它的 conservable current 那它有什麼 symmetry 一樣 它的symmetry就是 psi goes to e to the i alpha psi OK 那 psi dagger goes to e to the minus i alpha psi 對不對 這個就跟我們剛才算那個scaler的體系是類型 有一個face symmetry 如果alpha是constant OK if alpha is constant 這是 invariable 這沒問題吧 這個一樣 就是你可以 其實這個不用算 你就一眼就看出來 但alpha是constant的時候 e to the i alpha 從這個psi的transformation得來的e to the i alpha 跟這個 喔 我還沒告訴你psi bar是什麼 psi bar的定義是等於psi dagger gamma0 這都是細節了 不做 反正基本上就是類似於5 complex conjugate 所以就是psi的compact conjugate dagger就是很明顯的conjugate dagger的意思要知道 就是compact conjugate有在導致 所以這個變成是一個橫的嘛 如果我的psi是直的矩陣 它就是橫的矩陣 所以這個啦 這個啦 關鍵是invariant under這個transformation 那它的conservable current 我就直接寫給你OK 我也希望你如果我有時間去算一下 那個相對應 就是這個transformation 所帶來的對稱 所隨辦的conservable current 就是這個樣子 OK 看看齁 這個是一個4乘1矩陣 這是一個4乘4矩陣 然後這個是一個1乘4 這4乘1矩陣 所以這個jμ是有4個component嘛 對不對 OK 這jμ是有4個component OK 你就姑且這個 我也希望你不要相信我 OK 自己去檢驗一遍 所以這個 這個ciber gamma mu psi OK 好 那 我的兩分鐘就會time dilation 變成20分鐘 我要講的是 然後就結束掉 是 就是我們要把它跟光字 couple在一起 就如同剛才一樣 我如果alpha現在變成是alpha x 那我這個啦 完全就不是gave invariant 對不對 就不是face invariant 一樣 因為你要微分 剛才alpha是不會被微分到 現在又要被微分到 所以你一定要怎麼樣 引入aμ對不對 我直接把答案告訴你 就說 以下這個啦 完全是 invariant and don't trust me 自己去算一下 OK 它是這樣 它是i slash 減掉a slash 減掉a psi 倒點si bar OK 那這個a slash是什麼呢 就是等於gamma mu mu 你introduce 一個gate view 就如同我們剛才在談 charge scalar的情形一樣 introduce一個a view 然後 你的lagrangian 所以這個lagrangian 是非常簡單 看起來是很簡單 這個就代表一個分別 例如說電子 電子 帶質量的電子跟光子的交互作用 所以這個就是最最基本的自然界交互作用之一 可能也是我們最熟悉的交互作用之一 我們自然界多半信用就是電子跟光子在那邊互相影響而來 對 對 這就是qed 這麼簡單 OK 寫下來怎麼講 但我說這些都是後見之旅 都是我們已經經過幾十年的整理 然後 OK 這一個簡單的式子就已經包含我們常見的線下的可能 Let's say 99%之類的 我隨便講一個數字 好 那 有了這個之後 我要 這個不是我的last word 我的last word是在這裡 是在這一個 我的last word是 所以我們的interaction是 JμAμ 對不對 你去看那個 看看那個intention是JμAμ interaction對不對 就如同我當角色 我們現在這個lagrangian 我們的lagrangian 我們把那個寫清楚的話 是i psi bar id 寫掉mpsi 然後呢 再減掉一個 也許我應該這裡加上一個e 這個不很重要 就是加上一個q 然後我這邊有個charge q 所以再減掉 aμ q psi bar gamma mu psi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Jμ的樣子 我剛才不是講那個coupling JμAμ 有沒有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整個就是 q psi bar aμ gamma mu psi 也就是q psi bar a slash psi 因為大家是同一次看到 所以我就是反覆的寫 OK 所以 這個就是JμAμ 那我們可以檢驗 在這個理論 我剛才不是講說 在這個 在這個charge scalar theory裡頭 那個什麼 current 在有交互作用的情況底下 是不是改變掉了 有沒有 跟free particle的current不一樣 有沒有 請大家去看一看 在這個理論裡頭 conserve current 是什麼 了解我的意思就是 repeat 我講過的 這個charge scalar的情形 然後charge scalar跟光子有交互作用 那這個理論 它的conserve current 是1 是不是仍然是 只是這一個 是不是只是這一個而已 OK 這也很容易解釋 並不來 這可能比這個charge scalar 要簡單 容易看得出來 OK 好 My last word is this 就是這一個coupling aμ side bar γmu side 我可以把它寫成 q u u plus bar γmu u plus u minus bar 加上 這有態度 加上 u minus bar γmu u minus aμ 也就是說 這一項 你可以把它拆成兩項 拆成這樣 但這個並不難看得出來 OK 但你要把它寫開來 你可以證明 但你可以拆開來 你必須要證明什麼 證明 γmu plus u minus u plus 這個等於0 你必須要證明這個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拆開來有u plus u minus 這個有u plus u minus 但是你不會有u plus 跟u minus 這個狀況 OK 因此 你看看 當我把這個intention拆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你就看出說 我如果有一個particle 它是u plus 那它會跟光子有交互作用 可是交互作用完了以後 它維持right-handed 它的chirality沒有改變 可是我如果有一個nativechirality的particle 它跟光有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完以後 人家維持是nativechirality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電池交互作用 並沒有違背左右備程 OK 因為它是它的互為mirror image 這個會發生 這個會發生 OK 然後 你如果去sign這個的probability 跟這個是完全一樣 so so for 好 我們今天這堂課到這裡 謝謝 謝謝 所以稍後已經有先擺開師了 所以 請接待這場 謝謝